第五十三章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士兵鞭打耶稣 将一件紫色的袍披在他身上 又用荆棘鞭成冠冕 带在耶稣头上 他们嘲笑耶稣 油吐口水在他面上 叫他做犹太人的王 很多人跟着一群士兵 将耶稣带到耶路撒冷附近的山上 他们要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然后用钉将他对手和对脚 钉在十字架上 再竖起十字架 他们同时也将另外两个强盗 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祷告 祈求天父宽恕那群 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士兵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就是救主 耶稣的母亲马尼亚 站在十字架旁边 使徒约翰都在那里 耶稣要约翰照顾他的母亲 约翰就将耶稣的母亲带回自己的家 大地一片黑暗 救主在十字架上受了几个小时的苦 最后他的灵魂离开了他的身体 他死了 他死的时候发生地震 巨大的石头都裂成碎片 圣殿的窗帘 清作万子 翼裂成两边 罗马人的士兵都好惊 耶稣的其中一位门徒 将救主的遗体 在十字架上放了下来 用布包好 放在埋葬死人的坟墓里面 并用大石头 将坟墓的入口封住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